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报备的代表人物 对 他是89年出生89年末89年12月份的 那他目前还没有获得过世界冠军 国内冠军拿了几个是吧 对 他国内冠军他是天元战连续的拿了五届的冠军 而且他在05年的时候就已经获得全国的个人赛的冠军 只是在这个世界大赛当中还没有一个特别成功的突破 那其实他成名在我们国内还是比较早的 对 属于少年成名 对 他是在06年的时候就获得了LG杯的亚军 然后在07年又获得了这个亚洲 这个亚洲杯属于一种快棋赛的这个亚军 这样我们有这个政策就是两个这种世界的亚军呢 也可以直升九段 所以在07年的时候 陈小叶已经成为我们国家 等于是当时最年轻的职业九段了 那么经历了这么多年 他应该是在前一阵 也是成功打进了这个春蓝杯的决赛 但是是成功打进了这个百灵杯 百灵杯也是新出的 第一届百灵杯我们中国的百灵集团赞助的 也是世界威胁公开赛 那他是当时和这个周瑞阳同时的进入到了决赛 但是很遗憾的 就是说在这个决赛当中是0比3不敌这个周瑞阳 那在春蓝杯当中 看他有没有这个 上加的表现 对 能够在他的成绩上有一个大的突破吧 那这盘棋啊是李世时之黑 陈瑶也是白棋 对 他也是下了一个星 对 一般来说白棋二连星都比较普遍 就是比较简明的一种布局 那李世时是下出了这个中国流 据说陈瑶夜之黑的时候特别爱下中国流 对很多现在的这个年轻洗手 依然喜欢这个中国流 因为他是属于攻守兼备的布局 而且呢 对于实控上 好像喜欢实控的这个棋手也比较偏爱这样的布局 那陈瑶夜他也属于比较喜欢实控 喜欢实地 对 超级喜欢啊 好像被誉为地铁流 就特别低啊 偏爱实地到了一定程度 黑棋拆一 正常的杨老师是不是就飞了之类的 对于这个白棋上面挂星位呢 黑棋这个单关是最正确的印法 有很多棋手喜欢这个夹击 觉得这样和中国流这个子配合 如果白棋点三三能够形成模样 但其实如果被白棋点三三之后呢 这个子的位置还是偏低 所以说一般在走中国流被白棋这样挂的时候 我们最简单也是最正确的下法 也就是单关跳 那实战白棋 对 他选择点角 对 这是最近比较流行的想法 普通是有小飞进角 直接的小飞进角啊 或者是这样的拆过来 这些下法都是有的 但是随着这个 骑手们对于这个中国流布局 平常使用还有深入的研究呢 最近呢又出现了这样直接 点三三进角的下法 对 可能觉得心情稍好吧 可能是点一下 这个是比较注重实地的下法 那么从以前我们学习的围棋理论 就是觉得布局阶段呢 尽量的不要让对方呢 形成后事过早 那这个点三三呢 他有这个偏重于实地啊 让这个黑棋在外围 呃 子力增加这个嫌疑 但是他这种下法呢 也是有他的这个特点 就是先把黑棋的角地掏掉 然后外围呢 他还有一些借用 嗯 黑棋 白棋斑 白棋斑 对 那按照白棋的这个心愿呢 他肯定是希望黑棋就这样 简单拐过来 希望走成这样 对 这样呢白棋呃 可以说不仅自身获得安定 而且呢还把这个黑棋的角掏掉了 这是白棋的预想图 对 这个按理说 这个形成其实也是常见的是吧 对 黑棋当然你不喜欢这个战斗啊 或者不喜欢形成复杂的局面 这样也是比较简单的 寻求一种 呃 简单的下法 但有一点就是说 随白棋院的这样的呃 情况 因为这边的开拆还是过于距离大 其实被拐了之后呢 这这一带还有打入的这个可能性 你也未必有心情再补一手 对 所以说更积极一点的下法呢 还是把白棋分断 对 那也 我原来看过一个首歌 说是 就是这个棋啊 假如是走成这样的 嗯 等这样 然后就等于是白棋肩 然后黑棋挡这个 对 这两个交换了 然后将来你也就是挤了糊了 对 定型是这样 好像是白棋稍便宜一点 对 应该是白棋稍便宜 因为呃 如果白棋小飞之后能够尖到三三呢 肯定是按白棋的心愿这样去下了 正常应该是呃 你飞我 那这个三三应该是黑棋的 是吧 对 嗯 那实战就是不甘示录哈 现在 黑棋更积极的下法就是将白棋分断 分断 对 然后在外围呢 呃 增强子力 嗯 白棋飞 这都没有别的走法 靠 对 对局部呢 就是这样的定型 嗯 就是这个定型走完了以后 现在 按照以前的这个定型呢 这一代如果有白子的话 那么白棋这样呃定型是可行的啊 呃因为这样接下来白棋可以冲啊 直接冲断 对 呃不是冲断 他就说借用一下啊 然后接住 然后再加是黑棋的应手 应黑棋下力 然后白棋再把这个补助 补助 对 这样呢呃 外围黑棋再来还要补还需要补断 嗯 我们看这样的定型呢 就是说外围白棋也便宜到了 而且还呃先手把黑棋的脚步掏掉 嗯 这个是以前呃有这样的定型 那如果这一代边上没有紫啊 白棋就直接采用这样的呃定型下法呢 是最近啊才呃流行开来的 嗯 那因为接下来呢白棋现在是呃可以加一下试探一下这个黑棋的应手 嗯 那黑棋一般来说走什么呢 是立下还是扳呢 呃如果说黑棋选择立下的话也是可行的也是一种呃比较简明的下法 因为立下之后呢脚上白棋就需要补齐了 因为白棋没有这个呃像这这种先手的借用了 所以白棋一般都是就粘一下吧 啊粘一下 这样黑棋不断 白棋再再拆过来 嗯 或者低位的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这样黑棋也不视为一种比较呃简明的定型方式 这样黑棋争到先手再来抢占其他的大厂 哦那这棋是黑棋先手 对那实战呢 黑棋是选择了班啊注重于对呃外围这个白棋这两颗子的这个呃呃呃 逼紧他的气吧对压力比较大哈给他点压力对 那这个白棋这个就是先手活棋是不是就对这样呢呃呃 他就是这个棋也是呃下出来有利有弊啊啊 对于外围这两颗子压力增强了 但是呢对于脚上这块白棋呃那黑棋的攻击力就要差一些 因为我们明显的看到这个力就白棋有这种先手的借用 那脚上呢黑棋就没有办法净杀掉白棋啊 嗯 然后白棋再拆过来对这样脚上白棋就省了一手棋不用马上去补棋了 他可以在外围先行行棋 那黑棋 那黑棋 斑的一个头 嗯 黑棋这个斑呢似乎有一点这个呃呃 就是说通过大家的研究吧 认为这个斑黑棋的正手呢其实是应该接在这儿 就老老实实的接住 这样呢呃黑棋外围啊基本上没有弱点 而且呢对脚上白棋这以后这个斑呢脚上这块棋是打结活 嗯 这样这个黑棋也比较厚是吧 对 黑棋厚实而且脚上保留着打结结杀白棋 这样一搬挡上然后呃再点进去就可以形成截杀 嗯 那实战呢李适时他是选择搬在这儿 嗯搬在这儿那 他是不是强调你这个不一定是先生是吧 嗯虽然不一定是先生但是脚上他也是还是没有办法净杀掉白棋 嗯还是有个打结是吧 对这样呢因为这是松着一口气啊 这情况也是不一样的 嗯而随着这个局势的变换有可能这个斑的效率啊 嗯并不见得高 这看起来好像对这两颗子施加了这个更严厉的这个这种紧着他的气去下 嗯嗯这样白棋争到先手他没有去补脚 对白棋到下边来挂 选择外挂 那黑棋嗯尖主寻求高效率的补气方法那普通的呃 补气就是单关在这儿嗯这样的单关就没有这个小尖压力大啊没有 嗯这个但呃小尖呢就是说从这个维空的效率来讲我将来跳起来这一带呃形成更加立体的空 围的更多一些对 那白棋就拆回来 嗯嗯 嗯这样布局呢呃看起来白棋的速度就非常的快啊 迅速的在扩张抢占两条边 而黑棋呢他只是局限在于上边这一条边 嗯白棋速度比较快 对 嗯黑棋这部棋呃出乎我的意料哈 嗯嗯嗯当然这个时候黑棋选择挂脚的话呃按照我们普通的着想是从棋重宽处挂呃普通是黑棋从这个方向挂嗯当然 从这个方向挂呢他应该是注重于对于上边白棋的攻击呃利用自己他认为这个三颗白子太弱了那那么他打入进去呢呃同时也是要牵制着白棋上方的这几颗弱子嗯嗯 最普通的下法肯定是从这个方向挂那白棋有单关在这里手嗯嗯啊或者呢还有呃在手脚的下法那普通应该是单关在这儿嗯嗯那这样上方的白棋形状就比较完整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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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要作战这个规律啊 对 那上方这几个白旗 它有不安定的因素 毕竟这两个子还贴着人后臂 李志诗它的旗风是比较好战的 所以选择更为积极一些的下法 白旗就比较平和 白旗比较稳健 这又是出人意料的 这个也是贯彻它当初要从这个方向挂的意图 注重于对上方白旗进行施压 那也是按照普通的想法 我们就是想黑旗如果说飞进脚 可以就地生根 当然如果白旗歼三三的话 那黑旗拆一 这样呢黑旗在上方不仅可以安定 同时还是依然保持着对白旗的这种攻势 但显然呢这个时候 我想李志诗它还是担心白旗从这个方向来定型 扳在这儿 如果说你扳在这儿的话 那么白旗退 我这样白旗再小尖和这个尖段 这个都是黑旗无法忍受的 如果黑旗这个时候碰 在白旗碰的时候黑旗从下方扳的话 那么白旗在这里一段 由于这个地方有紫啊 黑旗大概只好吃掉这颗白旗 这样就把这个黑旗蒙在里面 对这样黑旗只是在里边啊 做活这也有备于当初黑旗挂起来这样的 作战的思路啊 当然黑旗还是想把旗下在外面 对于白旗有一定的威胁 所以实战呢 黑旗并没有选择 飞脚啊 这是我们普通的这种考虑 而是选择了更为积极的下法 白旗先爬一个 对 尝 白旗这步旗斑应该是借劲的好手 如果说白旗按照普通的下法 就是说只是为了出头飞在这 那显然被黑旗在这里一多行 这样白旗只能够连 黑旗在顺势出头同时攻击白旗 那我们看白旗就只剩下自己 这个非常无趣的单关跑出来出头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斑是 借助黑旗上方这个味道来整形的一步好旗 嗯 那黑旗压这边 黑旗继续压 没在这边走 对 最普通的我们讲黑旗肯定是断在这 嗯 那么白旗这样拐 长 这个时候白旗可以从这打一下 在这里压 在这里压 先打了然后把这一起弃掉 对 这样白旗通过这一种整形呢 呃 那实战黑旗还是选择从这个方向压 嗯 白旗斑 对但因为这一代黑旗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定型 所以走不好的地方就先放着看白旗怎么样走 嗯 继续压 那白旗这个时候不能着急的去打这个 嗯 普通我们想可能 呃 因为斑了之后嘛 就是想打一下 但是打在这儿的话 黑旗呃 接在这儿 啊 接在这里呢 呃 那么这两手交换 这个架子就呃 很难说 因为黑旗挤了这个白旗的气之后啊 脚上一搬就 又是脚上成为打结活了 嗯 那这两手旗白旗这种交换啊 值不值得也很难去说 嗯 未见得便宜 对 所以白旗还是先搬在这儿 嗯 黑旗一搬 对 黑旗搬 白旗虎 对 嗯 成 对 白旗这个时候继续出头 对 继续出头 嗯 那这个时候黑旗 对 黑旗粘了 这个时候黑旗 呃 最容易想到的肯定是继续搬在这儿 但是呢黑旗如果搬的话 我们看白旗这个时候就可以在这里冲 嗯 嗯 冲如果啊 黑旗不能挡 哦挡的话就被打 嗯对 嗯 黑旗大概呃只好走在这儿 嗯 这样呢被白旗再继续往前冲 嗯 黑旗打赤 黑旗敢去跟白旗开这个结的话 黑旗 确实找不出这个合适的结材 嗯 可能黑旗大概也就沾上了 然后白旗再提过来 这样形成这种转换呢 黑旗上方的实控损失太大了 嗯 这个还是挺多的啊 这个木术 对 所以是呃 白旗长的时候啊 黑旗 呃 还是没有在上方封住白旗的头 嗯 而是选择了粘住 嗯 在这儿 这样呢白旗 又把头挺住 尝出来 这个头挺出来 是不是觉得好像白旗更舒服一点 嗯 呃 但是这个时候 其实 双方黑旗也很厚实啊 那 嗯 如果黑旗能够选择继续的攻击白旗的话 这个局势还是很难说 白旗因为 这块旗没有安定 而且脚上呢 呃 白旗也 是被 黑旗搬的话 会走成打结火 对 就是还欠一首旗哈 对 呃 这个旗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呃 黑旗要想吃白旗的话 白旗现在 对 对一个 嗯 然后点点这个 对白旗可以点在这儿 点这个 那白旗这得先 黑旗可以点在这儿 黑旗 白旗挡住 虎住 对 这样 黑旗爬 这样 黑旗爬 呃 不是 黑旗 爬这个吧 哦 爬这个它可以虎打一下 对 这个 它是还有先手白旗 嗯 嗯 哦 这个时候那它白旗 这个黑旗 呃 挤在这儿 看看这个旗 呃 这里边应该是 是个打 呃 应该是个打结 这个搬 嗯 嗯 搬 嗯 搬 然后搬在这儿就 就是打结了 搬在这儿 这样是打结 嗯 嗯 搬在这儿就就是打结了 嗯 嗯 那么实战这个旗 黑旗也是搬的 对 像杨老师说的跳出来 嗯 嗯 黑旗应该 应该跳 应该 从大局上来讲呢 这个跳继续继续的保持着对呃 白旗的攻势同时也走唱自己这这一块旗 因为毕竟这块黑旗呃 还没有根据地啊 没有安定 那从大局上来讲啊 这部跳是很这个 引人注意的好点 那当然李诗诗他没有选择走在这儿也显示他这个旗风还是比较倔强的 因为粘在这儿呢他觉得这个脚上白旗呃死活有问题 那白旗不补呢 那我也就继续的贯彻我这个呃 当初的意图去杀脚呃 所以他又扳了一手 如果白旗猴一个 然后黑旗这里呃 也可以暂时不走吧 如果白旗猴的话 如果白旗猴的话 黑旗也可以保留这个呃 上边有截杀白旗的变化 然后可以在这里边 来 跳啊 这样的 嗯 行棋 那 显然呢 陈耀夜他是不会错过这样的 呃好棋 所以 在黑旗搬的时候啊 他 依然脱先在脚上 选择这个比较注重大局的飞在这里 这个头被白旗这么拐过来了 这个确实是啊 好像攻守就有点逆转了的意思 对啊 飞过来 白旗不仅是自己这个出头显得更为舒畅了 顺畅了 同时这个也对黑旗这块旗呃 产生一定的威胁 那黑旗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应该 往中央去出头 嗯 嗯 而实战呢 黑旗啊 依然显示这个李适时非常倔 旗风比较倔强的一面啊 你不去活 那么我就执着的去吃啊 站在这儿 这样呢 把脚部这个白旗杀掉 嗯 这个旗就相当于花了三手旗把这个脚吃掉了 嗯 对 现在这个脚上应该是已经没有办法做活了 嗯 好像三手旗还是也不是很大嘛 二十多木旗是吧 那这个旗 三十五木旗以上了嗯 因为白旗在脚上如果做活的话还有木树 嗯 显然花了三十五 呃三手旗然后吃了不到三十木 嗯 这样的价值 嗯 对于在布局阶段来说 嗯 显然是有失大局了 嗯 那次的话呢 黑旗是不敢摘了 嗯 嗯 再摘是有些人跳过来 对被跳过来 整个这块旗 骑行我们看没有足够的眼形 嗯 那这个时候 黑旗出头 嗯 但是这个出头的形状呢 也 比较难过 被白旗多在这儿 呃如果普通黑旗这样去联络 嗯 那这里被白旗再爬一手 这 李适时 呃我想他的这个忍耐程度啊 呃 这样也是无法让他忍耐的 这样再被白旗这个跳下来 不仅 守住了脚 我这里还有 这个自己联络的手段 而整个这块黑旗呢 又没有这个 眼形 我想这个是 李适时没有选择这个联络的原因 嗯 对 他还是选择了在这里边拐 对 那看起来这这两步旗是有点少有点矛盾哈 嗯 如果就这个 大局上来讲呢 可能还是联络上更 呃 好一些吧 比实战能更好一些 因为这样毕竟 黑旗的头已经出来了 嗯 而且 这一代白旗也不是特别厚实 我沾上之后呢 还要 还有跨断 嗯 实战黑旗拐被白旗 对 把这个 黑旗封在里边了 那么黑旗只好这块旗在寻求 做活 嗯 黑旗飞在这活旗 嗯 白旗靠住 对 又招到了白旗这个靠 这个靠呢 呃 是局部的这种非常手段 如果说黑旗 这个搬下来不成立的话 这个靠绝对是局部的好旗 普通呢 我们想 我们学习的可能都是这种 定式啊 歼33 但是如果说在外围这块旗 没有活的情况下 这个靠是手脚的 更为有效的一 一步旗 那靠其实他是担心 这这样被斑断 但是我们看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局面下 这种斑断呢 黑旗是下不出来的 因为被白旗粘住 我们快 我们看外围这块 黑旗就 基本上已经死在里边了 对 无解而终了 那这个靠就是最大限度的把这个脚拿到手里 对 嗯 比这个歼33 有效率的多 嗯 对 要插一个爬 然后黑旗 这里先刺了一个 对 黑旗就没有找不到什么好的下法了 嗯 那黑旗只好再退回来 还是先 先接了一下 先接一下 因为像杨老师说的 刚才这里面还有跨断之类的 对 这接白旗也就稳健了 嗯 补一手 他下的也是非常的稳健 普通的旗形上来说应该是跳 但是这个跳呢 我们看还是有这种被跨产生断点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旗啊 白旗又认为自己的局势不错 那么下的就相当的稳健 就病在这儿 对 也是另一个第一只要点 我只要点啊 嗯 黑旗继续便宜 你要吃我 你就得忍受忍受 嗯 黑旗是试探一下白旗的英手 这个时候白旗不能 就是说盲目去吃 如果吃的话呢 黑旗这里边有这个 先冲一下 对可以先冲 然后再挖 再挖一个 白旗打吃 打吃 嗯 这样黑旗可以 呃跟白旗来 做结 你不能粘 粘被这个黑旗吃在这儿 嗯 这样黑旗就成功的突围了 对 嗯 所以白旗这个时候啊 需要补一手 嗯 白旗就 啊 继续稳健 补在这里 嗯 哦这个没有 现在白旗补在这里 嗯 那黑旗外边没有什么可利用的就退回来了 对 这个黑旗啊 还需要做活 对还得活 嗯 然后呢 黑旗在这里加 做活之前 先试探一下英手 看白旗啊 肯不肯这个忍忍让 那白旗呢 也是最大限度的来为控 对这个街上没什么道理啊 啊 街上也是这边能厚实一些 但是木树上脚里边的木树上啊 可能要亏一些 那陈耀叶他是比较 非常喜欢实控的这个棋手 对 他这一地方不不肯忍这几木棋 就选择了最强的下法 那白旗还是要 对 呃 黑旗还是要做活 嗯 当然这种这个加呢 和白旗这个利 这一代就啊 白旗就产生了一些借用 将来有这个断点嘛 这一代就产生一些借用 实战这个旗 白旗就 飞出来 彻底把这个中间余味给消掉 对 这也是非常有大具观的一手旗 呃 如果是从实控上来讲的话 那白旗可能在这一代手脚 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 嗯 但是他 陈耀叶还是担心 被黑旗这个扳一下 这里边有断点 嗯 如果白旗去补断 那黑旗可能先手就在中央 行旗 这样白旗中央的这个 呃 后味啊 可能会轻易的就被黑旗 啊 减消掉了 对 那你不走黑旗就来挂了 嗯 那其实黑旗这部挂呢 有一点偏重于下边 嗯 就是从这个呃 分化白旗势力范围的这个角度啊 还是选择分头可能更为好一些 嗯 因为我们看到中复啊 白旗有一定的这个势力范围 所以一般要想这个化解 白旗中复的厚味呢 还是选择啊 啊 分头 更有效一些 虽然说被白旗这样逼住 但是黑旗可以有这种拆二的可能 嗯 这样呢 呃 对于上方白旗的厚味来讲呢 黑旗 可能这种下法更有利一些 对 而且黑旗拆到这将来这个 对 味道就出来了 对 嗯 这个子就有活动的余地了 嗯 实战这个挂角啊 有点偏重于下边 对 被白旗这一夹 我们看这等于是白旗这颗子啊 跟上方的白白的厚味啊 就遥相呼应了 对 配置的还挺宽阔的啊 对 黑旗点角 嗯 黑旗这个点三三呢 也是太执着于这个对于脚部的 呃 这种 呃 空的 呃 侵入吧 那可能还是从大局上来讲 还是选择出头 嗯 因为外围 黑白旗的这个厚味 确实发展的空间太广阔了 然后黑旗 出头之后呢 呃 接下来我可以在这一带 逼住 白脚 上边呢 我还可以 虎住这个 来起胶 白旗中央的这个潜力 嗯 可能比实战呢 这样的下法更有利一些 实战这个 李适时 呃 也许他是针对呃 呃 陈耀夜酷爱实地这种棋风啊 呃 他也 显得 也吓得就是说去抢占你 所擅长的这个东西 对抢的而且非常凶啊 嗯 嗯 一直在了解这个陈耀夜的棋风 非常喜爱实地 所以呢 这样我把你喜爱的东西啊 先先抢掉 但是从大局上来讲呢 呃这样的下法还是 呃太偏重于这个实控 我们看外围 白旗的这个后卫啊 等于是遥相呼应了 如果你按了普通的这种下力 那被白旗飞住 我们看外围这个白旗太广阔了 嗯 所以实战这个时候黑旗选择这样的下法 对 往前冲 先把头挺出来 嗯 这也是定式的一种 嗯 那白旗也没客气啊 对 白旗 冲 是定式下法 然后在这个时候 呃 黑旗出现两个断点 那 呃 这个时候白旗千万不能去断在外边 啊如果是断在外边呢 那黑旗就是本着吃断哪边吃哪边这样的原则 啊 那这个 拔了以后这上面的空就破掉 对 虽然说白旗把脚步成功的 这个吃到了 但是呢被黑旗跳出来之后 我们看 呃 白旗在下方 这个空 马上 我们看他的潜力被黑旗完全破坏掉了 而且上方呢 同样也是被拔花之后啊 呃 白旗的后卫 发挥不出 有效的作用 嗯 所以这这这种旗行啊 大家注意一定要先断在里边 断在里边 如果黑旗接住的话 那么白旗接住的话 再吃我们看这个拔花和粘住它的区别 就是说黑旗 由刚才的后市啊 这一下变成要处理的姑旗了 所以这个时候黑旗还是要吃在脚里边 嗯 对 定式的普通下法是搬在上边 嗯 这样呢 被黑旗 吃 白旗同样是可以封住 呃 这个黑旗的 但是我想 他呃 呃 陈瑶 还是有一点担心 黑旗会在这一带寻求这个 呃 角里边白旗的味道 嗯 这样的腾挪呢 对于白旗来说 也是呃 不太好掌握 要想真的把这颗子吃住 嗯 也挺费事的啊 这里边至少露着风 嗯 有 上面有味道 嗯 所以 实战呢 白旗就选择退回来了 对 直接把这个子拽出来 黑旗长 嗯 这样呢 黑旗呃 这三颗子 需要处理 嗯 白旗先斑一手 对 这个斑也是非常重要的次序 如果说单拆的话 嗯 我们看 黑旗在这里一点 白旗如果挡 黑旗这里有斑断的这种手段 嗯 这样呢 嗯 这样这个上方的空 黑旗就可以破坏掉了 白旗只好沾上 然后被黑旗吃掉 嗯 所以这个斑 先斑一下是次序 防止了黑旗的点 对 成功的化解了它这个点的手段 嗯 这个时候实战 嗯 黑旗果然就 碰上来了 对 如果按照普通黑旗就这样出头的话 那白旗很高兴 就这样将上方全部 围成实控 对 如果是这种 下法的话呢 呃 我想 在实控上 白旗并不照黑旗插 嗯 这样下黑旗没有自信应该是 对 呃 而且这一代 黑旗依然还没有安定 所以这个 李适时也放弃了这种平稳的 就平稳就饭的这种下法吧 嗯 而是选择了碰在这 希望把局势搅乱 嗯 白旗也很强硬啊 直接就斑了 嗯 呃 嗯 有的是稳妥的 有可能是 这个或者下力是吧 对 如果说考虑到脚上的这个 呃 味道 对 那白旗下的还是比较强硬的 对 这个时候 再斑 嗯 打吃 嗯 长 对 然后白旗贴住 嗯 这个时候走到这儿黑旗就脱鲜了 他太 其实局部是有旗的 嗯 呃 黑旗要想出旗的话 局部在这里断 然后在这里再断 我们看就已经出旗了 嗯 但是这样的下法呢 呃 我想陈耀叶他也是经过了 形式判断 这样脚里边白旗可以把它弃掉 黑旗虽然是可以把脚部破坏掉 但是白旗征到了这个先手 在中央这一带围一手的话 嗯 嗯 这个也太大了 对 呃 那我想白旗这个空是巨大的 嗯 呃 黑旗全盘在实控上 呃 是没有办法跟白旗来抗衡的 嗯 那 所以实战呢 这个时候 呃 黑旗就没有在这里新旗 嗯 黑旗就没有在这里新旗 而是选择还是选择去跑这个三颗子 嗯 白旗跳 嗯 然后黑旗靠下来 白旗搬 嗯 黑旗沾的话 白旗就护在这 这样黑旗的收获几乎是没有 嗯 嗯 嗯 能够吃到的先吃掉 嗯 这三颗子也是很大的 这样就形成了转换 嗯 那实战呢 这个时候 黑旗是在这里边长了一手 我想这也是 嗯 直接 嗯 黑旗没有这个 成功扭转局势的这样的原因 呃 这个时候黑旗可以考虑先搬在这 嗯 虽然这个搬上方 白空显得很大 但是黑旗在这里一吃 我们看如果黑旗能把 呃 这个白旗都吃掉 把上方围住的话 那实控也是巨大的 对 就是你大我也可以大 对 这样白旗如果去逃的话 那局势还很乱 嗯 实战呢 这个长 虽然是破坏到了上方的这个 这个地方有个子 虽然是破坏上方 这个白旗唯控的可能 但是这个地方被白旗一跳 那这个 基本持不住了 啊对 这个白旗这一边 比较好处理 呃 主要是整整个这个整体上 黑旗这个 啊 五颗子 也是 处于被白旗包围的 这样的 呃 被包围在里面了 你还要自己自身还要逃跑 嗯 嗯 对 白旗单击啊 下面还有中段 嗯 试探一下英手 你如果是这样去补齐 补断 这样白旗顶住 再一扳 这个黑旗即使是 就是 能够成功突围也会被扒掉一层皮啊 这个黑旗苦战 所以实战黑旗已经不能联络了 嗯 嗯 嗯 白旗也比较稳健 啊 推在这儿 还是要封住你 嗯 对 切住 然后白旗把这三颗子割掉 对 这样黑旗还要继续出头 因为自己这个被扳住头也受不了 嗯 他先这里先交换了一手 哦 对 这个没有马上去跳 再跳出来 但是现在是不是实地平衡已经被打破了 白旗的时空 对白旗能够冲下来这个时空太大了 那实战白旗这步旗 稍缓 虽然是补这个脚上的毛病 但其实这个地方是有冲断的 所以白旗应该正常还是应该在这里走一手 呃 这一代黑旗 可以像我们刚才定型的那样去定型 但是白旗是正到先手 可以这样跳下来 继续对黑旗这块旗保持攻势 同时还破坏上方的这个黑空 这是呃 应该说白旗非常稳妥的能够获胜的这个路线 呃实战呢 白旗是 比较看重这个脚步的味道啊 嗯 在这里补了一手 但其实这个时候就给黑旗逆转的机会 这个时候黑旗应该 应该 冲 嗯 这已经黑旗 已经白旗挡不住了 挡的话直接被断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白旗只好继续的长 嗯 嗯 这里还是有断 这样呢你挡住黑旗再一扳啊 这个整个黑旗局部快活旗了 而外外围的白旗就太危险了 对 那实战呢 呃 逆转的机会 逆转的机会 它是先围了 围一手自己的空 那被这个陈瑶月非常机密的在这里靠了一下 对 先靠你一下 然后再煎一下 嗯 然后这个旗等到白旗补上 对 等到黑旗打吃的时候 白旗就补住了 对 这个非常安心的把自己的毛润补住 嗯 这样呢 嗯 黑旗为 呃 可能会形成细旗的局面 但是呢 黑旗其实是忽略了白旗一个非常锐利的一部旗啊 白旗可以点在这 这是黑旗没有想到的 嗯 黑旗呃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阻度了 如果阻度的话 被白旗在这里一爬 嗯 那这个角都要活的 啊 对 这个角就有可能活旗 因为在这一代黑旗还有弱点啊 比如说 你搬的话 我就搬一个 嗯 这样我马上要活旗 你加 我打一下 我打一下 粘上 加肚和奶 塞虎 嗯 这样 呃 你要吃白旗是太难了 白旗形状已经非常弹性了 对 其他的这个B也是同样吃不住的 因为这里顶 这里也有味道 嗯 所以说 这个陈妖夜非常冷静的这个点在这儿应该说是至胜的一步棋 对 这个点完了 还只能让人家 对 如果说黑旗只能挡在这儿这样一个先手的这个贴幕出去了 对 嗯 白旗先这里面先跳了一个 这先手 先手 你要是冲断 对 嗯 黑旗先 嗯 白旗就稳健的跟着硬就行了 对 然后再刺 黑旗挡住 啊 这依然还是有冲断 所以黑旗还是要补 对 黑旗 补之前呢 总是 先借用一下 先借用一下 对 然后这个时候白旗就把这个子连回来了 这样呢 在实控上应该是 呃 黑旗 嗯 贴不出木 对 贴不出木了 对这个地方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冲断呢 最后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冲断 呃 呃为什么刚才说它没有补掉 啊白旗冲挡 断 打 这个没撞起之前 嗯 对它可以尝一下 你吃在这儿 粘住 再断 白旗可以先吃一下 对 这个是好手 你粘在这儿 然后这里一吃 就 黑旗 呃 呃被完全的断 断掉了 嗯 嗯 那好 呃那这盘棋呢 最后是陈瑶夜中盘战胜了李世史 获得了第一局的胜利 获得了第一局的胜利